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常炸蚂蚁的做法 蚂蚁是大家喜欢吃的一种零食 按照我们这种方法炸出来的蚂蚁 金黄酥脆,好吃不油腻 舀一口咸香酥脆 做法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碗中倒入100克面粉 放入一勺10中元 一把白芝麻,一把黑芝麻 打入一个母鸡蛋 打入一个母鸡蛋,使我们炸出来的蚂蚁酥脆不吸油又好吃 再倒入适量的凉水,把面粉搅成面絮 我们和这个炸蚂蚁的面要和硬一点 千万不要和得太软哦 搅成面絮之后 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放入食用油,一是我们在和面的时候不粘手 二是我们炸出来的麻叶更加的酥脆 把它和成面团 最后把它和成一个硬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盖上盖子,放一旁松弛10分钟 面松弛好之后,我们案板上撒一层干面粉 把送制好的面放到案板上 把它切成二等份 取出一份 我们先把它揉成一个圆形 然后再用手帮它按扁 取一个大擀面杖,把它擀成圆片 我们擀的时候 上面下面都撒上一层干面粉 这样我们在擀的时候不会粘到一块 先把它擀成一个大圆片之后 上面撒上一层干面粉 把面皮从一头绕到擀面杖上面 我们像擀面条一样 这样给它擀 一直把它擀成一个薄薄的大圆片 我们擀的时候,一粒芝麻都没有掉 而且擀的面皮完好无损,一点都不烂 最后一直把它擀成像鸡蛋壳一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再把它来回对折,折过来 折成一个宽条 折好之后,再把两头不规则的切掉一点点 然后再把它切成四手指的宽条 然后再一片一片的把它铺到一块 最后把它切成菱形块 切的时候,从中间轻轻地划一刀 这样我们炸出来的麻叶 不光好看,而且又好吃 大家看一下,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用手一抖都散 这样炸的时候不粘 全部切好 把它摆在我家祖川的锅牌子上面 我们把它摆均匀 这样不会粘到一块 摆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另起锅,倒入豆油稍微多一点 油温烧至六成热 我们筷子放进来 底部起密集的小泡 像这个油温是正好的 然后把麻叶均匀地放到锅里面 大家看一下 放到锅里面,麻叶各个都迅速飘起来 麻叶飘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用筷子轻轻地操动一下 以免粘到一块 要是放进去,麻叶撑到下面 那样炸的麻叶会吸油 放进来之后迅速飘浮到上面 这样炸出来的麻叶一点都不吸油 这时候我们火改为猪火 用筷子不停地翻拌 使每一个麻叶都炸得受热均匀 无论什么时候,想吃麻叶的时候 我们自己炸 我们自己炸的经济实惠 干净又未生 所以我们吃了也很健康 一直把麻叶炸至微微发黄 大家听一下声音 哗啦哗啦的,非常的清脆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捞出控油 控单油倒入黑色的盘中 一道香喷喷的家常版麻叶就制作完成 大家看一下 金黄金黄的 不光颜色好看,也好吃 我先来尝一下 哇,满口芝麻的香味 特别的酥脆 好吃,不油腻 用手轻轻地一抓 酥掉渣哦 每一段时间我们都会炸出这么多 用来招待客人 也是一道下酒的BB菜 孩子们用来当做小零食 也非常的爱吃 做法非常的简单 按照我们这种方法炸出的麻叶 一点都不吸油 吃一口让你停不下来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留言,转发,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